看看新闻网 那从去年开始呢 燕然天使基金就卷入了借公益敛财风波 那今日呢事件再有进展了 是的有媒体从燕然天使基金工作人员处得到确认 明镇部和中国红十字总会呢 指定了第三方审计机构对燕然天使基金进行审计 并且会在近期公布审计结果 那马上就水落石出了 不过发现李亚鹏最近日子可能有些难过啊 来看看 被央视名嘴白言松爆料人周小云和明镇部三面假期的李亚鹏 最近到台湾地区度假躲亲近去了 不过身处漩涡中心的他一回北京就被记者在机场打个正着 只见李亚鹏独身一人推着行李车走出闸口 随后再被一位商务打扮的粉丝认出 还大方语气合影 全程心情极好 只持着镜头俯视李亚鹏的角度 将他头上的泻顶展露无遗 李亚鹏你头上有一块不毛之地你知道吗 要说去年11月 李亚鹏和冯敬恩被拍到在停车场亲热照时 李亚鹏还是一头浓密的秀发 随后去年12月 在慈善基金被曝光有违规行为之初 李亚鹏也并未突发 那这一小粗的不毛之地 难道是日夜烦恼抓破头所致 再发展下去可有点玄啊 还是早日公开账目吧 娱乐情的地李亚鹏优质点综合报道 李亚鹏和冯敬恩被拍到